大家好,我是当当 今天我们来学习这款宝宝帽子的勾法 这款宝宝帽子呢,勾法比较简单 同时呢,成品又比较可爱 非常适合新手来学习 这款帽子,它的起帧数 我们要根据自身宝宝头尾的大小来定 现在呢,我给大家一个参考值 大家呢,可以记一下 0到3个月的宝宝,我们呢,起17帧 3到6个月的宝宝,起18帧 6到9个月的宝宝,起19帧 9到12个月的宝宝,起20帧 这个帽子呢,我呢,就是起了20帧 我家宝宝呢,今年刚好一岁 戴起来呢,刚刚好 如果大家想要勾更大一点的帽子 就是让更大的宝宝来戴的话 我们呢,在第一圈的时候呢,还是起20帧 但是呢,我们在勾到第六圈的时候 需要加帧 这一点呢,我在勾的过程中呢 会给大家仔细地讲到 现在呢,我们来看这块帽子的勾法 这块帽子呢,我们要用勾针4.0的这一头 我们用到的是环形起针法 把这个线 在自己右手的食指上这样绕 绕一下 留一段线头 右手呢,捏住 看一下左手拿线的方法 小拇指 绕一下 用食指挑起 然后呢,捏住这个线圈 把勾针 把勾针从这个线圈里面穿进去 肉线 穿出来 用手 用手捏住 先立三个辫子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立完这三个辫子针之后 我们要在这个线圈里面呢 勾长针 具体勾几针呢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刚才我给大家说的 宝宝的年龄和几针数的对应 我给大家做示范的话 我呢,就 勾17针 也就是说 适合0到3个月宝宝带 现在大家来看 厂针的勾法 勾针绕线 从这个线圈里面 穿进去 绕线出来 针上有三个线圈 勾针绕线 穿过前两个线圈 针上还有两个线圈 勾针绕线 穿过这两个线圈 这样我们完成了一个长针 在这个长针 在刚才我们勾好的这个长针 它的上面呢 对应的有一个辫子 这个辫子也叫这个长针的针目 我们在这个辫子上面呢 做一个记号 现在我们在这个洞里 再勾16个长针 勾针绕线 插入进去 绕线出来 先穿过前两个线圈 再穿过两个线圈 这样我们勾好了三个长针 又勾好了一个长针 继续勾针绕线 穿进去 绕线出来 穿过前两个线圈 再穿过两个线圈 这样我们勾好了三个长针 大家呢 就按照这种方法 勾到自己需要勾的帧数为止 下面呢 我就不再给大家演示了 按照刚才我说的勾长针的方法 我们把第一圈所有勾的帧数 勾完之后呢 对我来说就是勾17针 大家呢 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勾 勾完之后 我们把 最先不是有这样一个线头吗 我们把这个线头呢 抽紧 大家抽的时候呢 不要太用紧 把它抽紧 抽紧之后呢 把这个计划扣呢 取下来 我们需要在 记号扣的这个辫子里面呢 做引拔针 大家来看引拔针的勾法 勾针呢 从这个辫子里面 插入进去 绕线出来 再直接绕过这个线圈 这样呢 就勾了一个引拔针 那勾完引拔针之后呢 大家看这儿呢 有一个辫子 那这个辫子呢 我们是不能算作帧数的 所以呢 我们要把它抽紧 大家看这样 抽紧之后呢 这个辫子呢 就不明显了 不然的话 新手呢 非常容易把这个辫子呢 也算作一帧 这样第一圈就勾好了 现在呢 立三个辫子针 我们勾第二圈 一个 两个 三个 开始勾第二圈 这个第二圈呢 我们呢 是在 第一圈 勾到 每一个 长针 形成的 这个辫子里面呢 每一个 辫子里面 我们勾 两个 长针 也就是说 第二圈呢 我们全部 要进行 长针的 加针 现在 我给大家 做示范 先看 这第一个辫子 我们要在这个里面呢 勾 两个 长针 勾针 绕线 辫子里面 插入进去 绕线 出来 勾了 一个 长针了 在这个 长针 形成的 这个辫子 也就是 它的 针目 里面 做一个 记号 然后呢 还在这个 洞里 我们再勾 一个 长针 这样 我们就在 一个辫子里面 勾了 两个 长针 那这种方法呢 也叫 长针的 加针 接下来 在 这个辫子里面呢 我们 也进行 加针 勾一个 长针 再勾 一个 长针 第三针 一样 我们也是 在这一个辫子里面 勾 两个 长针 一个 两个 那 接下来 接下来的这几针呢 我们都按照这样的方法 在每一个辫子里面呢 勾 两个长针 不管大家齐了多少针 都照这种方法来勾 到最后一个辫子这儿 在这个辫子里面呢 也是勾 两个 长针 一个 然后呢 我们把 这个记号扣 取下来 在这个记号扣的这个辫子里面呢 做 引拔 跟第一圈 一样 勾针 穿进去 绕线 出来 直接 绕过这个线圈 同时呢 把它 抽紧 这样 前两圈就勾好了 接下来 我们再立 三个辫子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我们开始勾 第三圈 第三圈呢 我们的勾的方法是这样的 在 第一个辫子里面勾 一个长针 第二个辫子里面勾 两个长针 第三个辫子里面勾 一个长针 下面一个辫子里面勾 两个长针 也就是说 第三圈的勾法就是 隔一针 隔一针 加一针 针 针针绕线 穿出来 我们先针一个长针 做一个记号 然后接下来的这个辫子里面呢 要勾两个长针 也就是要进行一次加针 一个长针 一个长针 两个长针 好 这样呢 我们就是 隔一针 加一针 加了一次了 接下来这一针呢 我们再勾一个短 再勾成一个长针 刚才说错了 都是勾长针 勾一个长针 那接下来这一针呢 我们就要进行加针了 要勾两个长针 一个 还在这个洞里 再勾一个长针 这样 我们就勾了两组 就是我们 勾一个正常的长针 再勾一个长针的加针 接下来 正常的长针 长针的加针 我们呢 就是一直按照这种规律 勾一个正常的长针 再勾一个长针的加针 也就是隔一针 加一针 我们呢 就按照这种规律 一直往后面勾 勾到最后一针这儿 按照这种规律 我们把最后一针勾完 大家注意 不管你骑的是多少针 都照着这种规律来勾 勾完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记号扣取下来 然后呢 把针针 从这个辫子里面插入进去 绕线出来 再直接绕过这个线圈 同时呢 把这个线圈呢 抽紧 这样 我们勾好了 一二三 勾好了三圈 现在呢 立三个辫子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我们开始勾第四圈 第四圈 勾的方法是这样的 我们在第一个辫子里面 勾一个长针 第二个辫子里面 也是勾一个长针 在第三个辫子里面 我们进行长针的加针 也就是在这个辫子里面 勾两个长针 接下来 第四个 第五个辫子 我们都是勾一个长针 第六个辫子里面 勾两个长针 也就是说 第四圈的规律是 隔两针 加一针 现在我们来勾 勾针绕线 从第一个洞里插入进去 绕线出来 穿过两个线圈 再穿过两个线圈 勾好一个长针 我们做记号 然后在第二个辫子里面 也是勾一个长针 在第三个辫子里面 勾两个长针 也就是进行 长针的加针 一个 还在这个洞里 再勾一个长针 加针 加针完之后呢 我们再勾 在下面这个辫子里面呢 勾一个长针 下面这个辫子 还是一个长针 勾完这两个 正常的长针之后呢 下面这一针里面 勾一个长针的加针 也就是在这一个辫子里面 勾两个长针 还在这个洞里 再勾一个长针 好 现在呢 我们勾好了两组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规律 就是刚才我说的 我们是勾两个正常的长针 然后呢 勾一个长针的加针 再勾两个正常的长针 勾一个长针的加针 它的规律就是 隔两针 加一针 不管大家齐了多少针 都照着这样的规律来勾 一直勾到最后一针这儿 就可以了 按照隔两针 加一针的规律 勾完之后呢 把这个记号扣取下来 勾针呢 从这个辫子里面插入进去 绕线出来 直接绕过这个线圈 做引拔针 同时把这个线圈呢 抽紧 接下来 我们再立三个辫子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立完这三个辫子针之后呢 我们开始勾 勾了几圈了 一圈 两圈 三圈 四圈 我们开始勾第五圈 第五圈的规律呢 是这样的 我们在第一个辫子里面勾 长针 一个正常的长针 第二个辫子里面勾一个正常的长针 第三个辫子里面也是勾一个正常的长针 在第四个辫子里面呢 我们勾一个长针的加针 也就是在这一个辫子里面勾两个长针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这五针 六针 七针 我们都勾成正常的长针 第八针里面呢 我们勾一个长针的加针 也就是说 这一圈的规律呢 是隔三针 加一针 现在我们来勾 勾针绕线 从第一个辫子里面 插入进去 绕线出来 先勾一个长针 勾完之后呢 做一个记号 如果大家已经能够 找到这个长针呢 就是做一八针的地方呢 就不用再做记号了 然后接下来呢 第二个辫子里面呢 我们也是勾一个长针 第三个辫子里面 也勾一个长针 然后呢 在第四个辫子里面 我们进行长针的加针 就是勾两个长针 一个 还在这个洞里 再勾一个 好 接下来 这一针呢 我们勾成一个长针 第六针 第六针 也是勾一个长针 第七针 勾一个长针 然后第八针这里呢 我们进行 我们进行加针 也就是勾两个长针 一个 再勾一个 这样 我们勾好了两组 再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先勾三个正常的长针 然后呢 勾一个长针的加针 再勾三个正常的长针 勾一个长针的加针 规律就是 隔三针 加一针 我们呢 按照这种规律 一直往后面勾 按照隔三针 加一针的规律 我们把最后一针 勾完之后呢 跟之前一样 记号扣取下来 在这一针里面呢 做一个引拔针 同时呢 把形成的这个线圈 抽紧 这样 我们就勾好了 前五圈 现在开始勾第六圈 第六圈呢 勾的时候呢 这个 起帧数不同呢 会有稍微有点差别 就是我们 如果织的是 一岁以内的宝宝 大家呢 就按照 视频最前面 我给大家说的起帧数 按照那个起帧数来勾 这个第五圈勾完之后呢 第六圈呢 就是勾一圈 不加不减的长针 就是第六圈呢 整个一圈 我们都不需要进行加针 如果需要勾 在大一点宝宝带 就是我之前说的 我们如果需要勾 以岁以上的宝宝带的帽子的话 我们呢 还是起二十针 但是在第六圈的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进行加针了 那这个加针 怎么来加呢 我们加的时候呢 大家呢 根据自己的情况 我们呢 可以在这上面 平均的来加 加四针 六针 或者说加八针 都可以 如果加四针的话 大家可以呢 把这个 这样折一下 然后呢 我们找中心点 做记号 这边呢 也做一个记号 我们把它打开 然后呢 再 再找两个地方 我现在给大家示范的是 我们需要加四针 这个方法 可以在这儿 还有 大概就是 中间的位置 找四个点 做上记号 就是 把这个帽子呢 平均的分成四等份 当然我们不需要 数帧数 大概的 分成四等份 然后我们在 勾的时候呢 遇到记号扣 这一针 我们呢 就在 这记号扣的 这一针里面呢 进行长针的加针 也就是在 记号扣的 这个辫子里面 勾 两个长针 然后呢 接下来的 这几针呢 我们都是不加不减的勾 每个辫子里面 勾一个长针 再遇到记号扣了 再在这里面呢 勾两个长针 然后接下来呢 继续不加不减的勾 就是第六圈 如果大家需要加针的话 就照着这种方法 那我给大家示范的呢 是加四针 如果大家需要加六针的话 我们呢 就把它分成六等份 做六个记号扣 然后呢 我们 就按照刚才的方法 在记号扣那一针里面呢 进行加针 其余呢 都不加不减的勾长针 那这样呢 就可以了 现在呢 我简单的给大家示范一下 首先呢 要立三个辫子针 二 三 立三个辫子针 立完这三个辫子针之后呢 先勾一个长针 因为这一针里面呢 没有做记号 所以呢 我们就勾一个正常的长针 然后呢 在形成的这个辫子里面呢 我们做一个记号 那接下来 我们遇到了记号扣 那遇到记号扣 如果大家需要加针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记号扣呢 取下来 在遇到记号扣的时候 大家都照着我这个方法来 然后呢 在记号扣的这一针里面 我们呢 勾两个长针 一个了 再勾一个 好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不加不减的 往前勾 一直勾到这儿 记号扣前一针 然后遇到这个记号扣了 再把这个记号扣呢 取下来 在这个里面呢 勾两个长针 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现在 我知道呢 因为我是起了 17针 我勾的是 零到三个月 宝宝戴的帽子 那一岁之内 那宝宝戴的帽子呢 基本上第六圈呢 都是不需要加针的 当然这个呢 也得根据自身的情况 因为宝宝的头尾呢 也是有差别的 就如果 大家比了一下 觉得有点小的话 那我们呢 就是一岁以内的宝宝 在第六圈的时候呢 也可以按照 刚才我说的方法 进行加针 大家呢 灵活掌握就可以了 那对我来说呢 我是不需要加针的 所以呢 我第六圈呢 就是不加不减的 往前面勾 我怎么把第一个 记号扣取下来 这个记号扣呢 不用取下来 这个呢 是第六圈结束的时候呢 勾引拔针的位置 那我呢 就是不加不减的 往前面勾 一直呢 勾到最后一针这儿 大家呢 根据自身的情况 把这个第六圈呢 勾完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把第六圈 勾好之后呢 把最先 我们做的这个记号扣呢 取下来 在这一针里面呢 做引拔 同时呢 把这个线呢 抽紧 现在 我们开始勾 这个花样 大家来看这个帽子 这个前六圈呢 我们都是勾的 长针 然后呢 从第七圈开始 大家看 有这样的花样 那这个花样 是怎么形成的呢 我们勾的是 长针的交错针 首先呢 立三个辫子针 从第七圈开始 我们呢 不再需要进行 加针了 同时呢 大家注意 你看 这个帽子 我们在勾的时候呢 从第七圈开始 虽然我们不再进行加针了 但是呢 它勾出来之后呢 这个帽子呢 是有弹性的 所以大家 比的时候呢 就是 不要勾得太大了 勾完七圈 然后放在 宝宝的脑袋上 稍微的比一下 大概可以呢 就继续往下面勾 因为勾到最后呢 这个 只有这样弹性的 帽子太大的话呢 戴起来不好看 那现在呢 我们开始 勾这个花样 也就是长针的交错针 那这个交错针呢 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 立完这三个辫子针之后呢 我们来做记号 拿出记号扣 在前四个辫子针里面 每一个辫子针里面呢 我们都给它做一个记号 三个 四个 前四个辫子针里面呢 都做记号 做完记号之后 我们开始勾交错针 这个交错针的方法呢 是这样的 大家看 有了这个记号扣呢 就比较明显了 我们呢 先从第二个记号扣的 这个辫子里来勾 就是 平时 我们正常勾长针的话呢 是先勾第一个辫子 然后再勾第二个辫子 那现在呢 我们是先勾第二个辫子 从这里面呢 勾一个长针 那长针的勾法呢 是没有变化的 然后呢 然后呢 再回头 勾第一个辫子 从第一个辫子里面呢 我们勾一个长针 这样呢 把记号扣取下来 把前两个记号扣取下来 然后再勾一个辫子里面呢 再勾一个辫子里面呢 再勾一个辫子里面呢